那個炒焦糖 就是炒一直翻攪 它會黏黏的像這樣子的 讓它一直融化 讓它一直慢慢的融化融化 然後另外那個豆 豆漿要煮到滾 適時的攪拌 免得它下面才會大 比較之後覺得拉雅好好 這是煮滾了 準備可以沖漿了 這個融化了 要洗 現在準備沖漿 我這邊的豆漿是大概 這樣豆漿的量 我大概就是用一包 一包的話首先 我要把它分兩桶 我是兩碗 我是大略的分兩桶 然後呢首先先把那個粉 先融化 這樣等一下沖漿的時候 比較好沖 好就是像這樣子的感覺 好 然後沖漿的時候呢 要注意一件事情 請你務必呢 在水槽裡面沖會比較好 因為它一定會漸出來 然後沖的時候很簡單 就是拿這桶大鍋 現在呢我沒有辦法再錄了 所以你只能夠用拼的 大鍋之後呢 它原則上沖出來的力道的感覺 是這樣 比如說假設 我這邊是 豆漿 那個豆漿 熱豆漿 我要沖下去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倒 而且我一次到晚 我不能這樣倒 我要這樣 這樣倒下去 所以我說一定要在水槽弄 才不會漸出來 OK 所以它是大量一次沖下去 才會成功 我剛才沖好 我現在把它拿出來 你會發現它有一點點凝固凝固的感覺 對這種感覺 OK 你一搖動它會左右晃動 OK 所以呢然後接下來就是靜置等它涼 就是豆花囉 再回到剛才的焦糖 焦糖呢 在沒有水的情況下面一直攪拌呢 它一定要一直攪拌 它不可以離開 如果你要離開它 請你務必把火洗掉 那像我剛才在沖豆花 我就把火洗掉 它焦糖呢會是這樣 這非常非常燙 它如果不小心留下來 你千萬不要用手碰它 因為它是超過100度以上的高溫 好 所以像這樣子之後我要加水 因為它太濃了 沒有加水的話呢 它會 它沒有辦法倒出來 等一下會凝結成糖 快 所以你看它這超過100度 水一下去就蒸發了 好 所以我加了涼水下去 然後等一下再用大概中火 再慢慢把它煮成液狀 就變成焦糖糖漿水 那你就可以拿來拌豆花吃囉 加糖糖漿水 加糖糖漿水煮配了之後 它是像這樣感覺 那這個還是有點偏稀 如果你喜歡濃一點 更糖漿的感覺 你可以水量放少一點 然後也是一樣 到時候再靜置等量 就可以搭配豆花吃了 吃了